第31题,大雄在进行光学实验室,将一张8公分乘8公分的正方形色纸上面,分别涂上4种不同的颜色如附图所示,每一格为1平方公分,并将色纸放入暗箱中,再用蓝光照射色纸,请问色纸上呈现黑色的面积为多少? 我们晓得红色色纸会呈现红色,是因为它只反射红光,吸收其他的光线,那么绿色的情况也相似,所以当我们用蓝光照射的时候,我们的红色色纸跟绿色色纸的部分都会呈现黑色,而蓝色会呈现蓝色,白色反射所有光,所以当蓝光照射的时候,它会呈现的是蓝色,所以当我们用蓝光照射的时候,蓝色的8格加上白色的8格总共有16格, 也就是16平方公分会呈现蓝色,而其他的红色跟绿色的部分都会呈现黑色,我们的总面积是8乘8就是64平方公分,其中有16平方公分会呈现蓝色,剩下的48平方公分都会呈现黑色,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,请问色纸上呈现黑色的面积为多少? 我们答案选择是A,48平方公分